好那但今天我們看到叩叩逼風頭啦 好他一大早他不到北檢提告 蔣萬安還有柯文哲 還改由律師來遞狀 那民視的節目呢也被移平了 那麼廣播電台還有電視節目呢 目前都是請假別人幫他代班的 但是他自己有發聲明預告 10月10號國慶日會強勢回歸 好在這邊我先請教亮哥 所以呢我可不可以這樣講 合理的懷疑吧 總統打電話給他了 因為不是才說民進黨上下 沒有人敢打電話給他 所以換句話說今天的Coco 消失在所有螢光幕前 他的身影莫非也是總統的旨意 應該是去影響民視啦 怎麼可能去理他啊拜託 是民視做的決定 那當然民視 沒有啊那可是他還有廣播節目啊 那個民視又沒有關 廣播節目是保島 那個是保島什麼網我不知道 那個 廣播網 廣播網 那個也是蠻大的一個電台啊 你認為周一寇 10月10號真的會復歸嗎 他自己這樣說的啊 你覺得不會喔 你去想一想嘛 如果說避開是為了避風頭對不對 然後讓選舉能夠回到正軌 那當然經過了兩個禮拜之後 陳時中一定會打出其他議題嘛 對不對 那結果周一寇10月10號回來 不只壓掉了我們小英的國慶演說 要也許陳時中又重新回到周一寇的軌道 那開什麼玩笑啊 我們那時候還想說他的10月10號的回歸舞台 是有玄機的 也就是剛好要搭配總統的國慶文告 然後沖一波大內宣 不會 反而是轉移到另外的焦點 他把他內宣沒有人要看啊 大家還是希望他講一些辛辣的東西嘛 我認為因為大家沒有人對他有把握啊 所以他10月10號回來離選舉還有45天 你心裡不怕 那我這樣問回不來了喔 暫時回 10月10號也不會回來 那個連播王我不敢講 我認為民視回不來了 等一下 不是宜憑而已 是回不來了 到時候他會用別的理由啦 因為你現在如果說你下架不好交代 他也有死中觀眾啊 到時候搞不好用別的理由啊 比如說日本開放啊 想去京都那個 懷念一下啊等等啊 我的意思是說到時候你就會看到別的理由 因為我很難想像剩下45天啊 還讓他這個大家最害怕的變數 又重新回來攪動選舉啦 而且會有很多媒體去聚焦他嘛 一定 包括政治人物嘛對不對 那那個時候又讓那個陳時中 好不容易打起來的訴求又被打亂 對不對 你也不要講陳時中啦 還有很多別人耶 比如說鄭保欽也在醞釀啊 要用這個議題打鄭運棚 對不對 那你怎麼知道蔡司儀那邊不會 因為周一過還基隆人耶 對不對 所以還有沈慧紅耶 沈慧紅那天又站在他旁邊 在那邊一直按筆心對不對 好可憐喔 所以我跟你講整個北台灣都會被他掃到嘛 那北台灣小英是非常重視的嘛 你可以看得出來嘛 除了新北市之外啦 因為其他不是說一定輸定了嘛 我是認為新竹市是幾乎沒有機會了 台北市機會也渺茫啦 可是對小英來講就是覺得 台北市啦還有陶竹 那個陶竹機啦 還要拼啊 那怎麼可能讓這個變數回來 所以我認為至少電視的部分啊 我認為不太可能讓他再回去了 不然他一定會變成焦點啦 管理是152 嗯 對不對 嗯 那所以可是民視 民視這個東西他們擅作主張嗎 那就要看他的合約怎麼簽啊 嗯 因為合約可能有 有那個主持的那個年限嘛 嗯 說什麼時候到期嘛 對 那 可是 據我了解那個時段也是別人買的啦 那可是 人家請他去當主持人應該有一個主持合約 嗯 那就看那個地分的 金錢補償怎麼處理啦等等 大概是這一類啦 嗯 可是 我認為政治風險太高了 所以 無論如何在政治會做這個避險動作 嗯 對 所以這個避險動作你不認為是總統做的 總統受益民視做啊 總統打電話啊 不是總統啊 總統身邊的人會去傳達 應該是府出手了吧 你看那個表達都是洪耀福嘛 嗯 比如說他開會也是洪耀福在傳達 那洪耀福當然充分代表蔡英文嘛 所以一定會有人去傳達啦 可是不會是蔡英文本人啦 不太可能啦 嗯 那可是民視當然會尊重嘛 事實上 民視這個也不是第一次了啦 以前彭文正的節目也是下架啊 那彭文正那個還有合約 嗯 對不對 那不是一樣 要不照樣處理掉 對 對不對 所以我不認為這個對他們來講是個問題啊 嗯 重點是 最後這45天 能不能夠讓 這個我剛剛講的那個四個地方的北台灣的選舉 能夠順利的進行啊 那不要再被這個 這個被這個扣 扣旋風攪局啊 大概是這樣 周遇寇之亂 好 可是呢亮哥 那你覺得在今天北檢呢 昨天其實你也看到他大陣仗的 放言發出了公告聲明喔 在第一時間喔 他要親付北檢提告 那但是呢 他今天沒有出現 反而是由律師呢 代為帝狀 他有沒有帝狀告某個立委啊 不知道 他只講某立委 我也不知道那立委是誰啊 我不知道啊 可是他今天好像只有講話跟柯文哲 對 只有是聽說是這樣 他為什麼不去啊 那也是洪耀福 也是輔教他不要去是嗎 不這個一定都是全部的啦 因為他自己發聲明 整套的 兩個都是放言自己發聲明 是他自己發聲明 所以一定是有 對他來講重要的人士跟他講 所以請你佔避風頭一下好不好 大概是這樣 可是我認為 能夠傳達這個壓力的應該是民事 所以是一整套的 那這樣的避風頭 真的能夠成功止血嗎 亮哥 這個避風頭啊 避風頭你就找不到他啊 對 所以暫時 暫時可以 除非他自己直播嘛對不對 你待在家裡可以領甘心 這有什麼不好 對他來說不甘寂寞 或許不好 我也是這樣想 對啊 他怎麼會受得了 對 那我們期待他趕快出來 滿血回歸 滿血復活 滿血復活 趕快回來直播嘛 至少你可以直播嘛 如果技術不懂 我們可以教你嘛 那你趕快恢復在螢光幕上 這個 因為他這個人也有點難纏啊 所以一定是要談條件的 就是這樣 目前談好了嗎 應該是還沒吧 沒有啊 所以他講十月十號 所以那是一個節點 這一個節點 不錯啊 那個格格談判也學得不錯 好 民意力會降低 然後我們說睡覺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這真的是不只脾氣差 皮膚也會變差 旺旺現在推出了一個新產品 叫做夢夢水 獨家的配方呢 可以啟動入睡的關鍵 怎麼買呢 來QR Code 快點購 掃一下 不錯 然後我們會選到 勉強 комп喇品 坐裡面 坐unte 對啊 坐下